嗨 各位好 今天嗎 基本上聽自己講我都是希望可以穿自己最愛的西裝 然後像前年也是 其實都是穿玩家類型的那種比較關注的打扮 那我就是希望說維持一樣的心態 對這個音樂 對自己 對這個路來 希望還是可以一樣的再去想 不管是跟得獎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能夠 一起跟大家所有對音樂有熱誠的 我對音樂付出的所有音樂人一起來的就是音樂賈賈 對啊 喔這個啊 哇 我還沒有去算 要算幾個男生然後有些機率 但是輕鬆啊 我覺得就是有 當然有機會的話就還是沒有一定要 哈哈 我講說最大的壓力的時候也挺過去的 因為最大的壓力的時候 在討論自己的時候 應該是去年的這個時間 怎麼把 想是怎麼把 人生的經歷 轉化成一種 創作的動力 但那段時間不斷地自我突破 去抗壓 那我覺得贏過去了 已經成為做得了 那今天來就是希望可以放鬆心情 呃 不會去想太多 對啊 然後 我最愛的手錶啊 還有戒指 一般都會帶這個抱歉啊 因為 每年都會有這樣的類似 這樣的一個幸運物 對啊 希望他的非常的亮麗呢 整個感覺可以讓我自己提起精神 然後大家也希望這個可以更旺一點 對啊 然後 謝謝